各位朋友们 我是穿木胎 带我带我带我帮我帮我 影片开始之前 别忘了 关注我们要叮 最近热播电视剧 清平乐中的 怀琪和慧悠的绝美乐恋 真的是牵动了超多观众的心 陈庆幸可以当公主的影子 影子在公主脚下 怀琪 在慧柔心里 所以啊 相差五岁的两位年轻人也是因此吸了超多的粉丝 也就是2004年出生的今年才15岁的编程 还有1999年出生的今年20岁的任命 5月19号的时候呢 他们来有一个直播 本来以为这个直播啊 就是戏外CP发糖的一个直播 但是呢 编程的直播的表现呢 就打破了所有CP粉丝的幻想 那我们现在就给没有看过这个直播的小伙伴来看一看 最近还好 但我前段时间是坚持每天晚上都要跑脚 因为我脚特别冷 到下来的时候脚也特别冷 脚臭不臭为什么你知道 这样说出来就很尴尬了 我不知道 那好了 弟弟原谅他 那你的初印象呢 给大家回答一下 就是一个不怎么好看 然后也不怎么高 平平无奇的一个姐姐 啊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不要踢这个车 好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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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不要怼了 哈哈 哈哈 对但是后面接触了 没关系 但是后面接触下来 我觉得就是这个 起来还挺好的 然后 有时候会照顾我 然后演戏也很认真 对对戏的态度 我觉得特别 如果有机会在合作的话 如果有机会要合作的话 应该大概就没有什么太大机会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只要有机会的合作 我都还挺开心的吧 证明我自己还年轻 对吧 什么呀 不是 你如果说演我和阿姨 演我个长辈 你真的觉得 还自己还年轻吗 应该不会让角色来找我吧 演阿姨 那你觉得能演什么 就演情侣关系啊 或者演同学啊 演 就是正常日常我们 那个是新男朋友的角色 这个直播之后呢 虽然编程啊 在微博上给任务道歉了 但是我觉得呢 就真的是 没有情商的表现了 看到这里可能就有人说 2004年出生 他15岁 年龄小 不懂事 这些小孩子嘛 对吧 那我们今天这期影片呢 就来论年龄 来看一看 同龄的爱豆 或者是明星的一些 高情商的表现 第一个要说的是 吴磊了 三十弟弟 嗯 三十弟弟的情商啊 真的非常高 当年15岁的吴磊啊 会机智而不是幽默的回应 主持人问道 你以为年纪不自己大的问题 你跟吴磊年龄差有9岁啊 你咋又说这事了你 对 其实我们真正想他9岁 我15岁他6岁啊 被问的类似的问题 也是回答满分 范冰冰跟周迅 哪个更好看 冰冰姐和迅姐都是 非常专业 非常典型 非常好的演员 他专业 人家先铺垫 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比较了 是不合适的 他们两个也有彼此不同的美 就是用 平分秋色都有点过分 可以说就是 各有天秋 而且呢 他还超级会照顾其他人的感受 菜徐坤 在《亲生与二》中呢 真的是凭借高情商 让我劝了很多的粉丝 丽莎不懂中文也会照顾丽莎的感受 导演 等一下 问题是我们聊得太快了 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 我们可以等待你 所以丽莎 每次你都要聊 就让我认识 别担心 别担心 谢谢你 菜徐坤呢 还会毫不吝啬的表扬训练生们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继续加油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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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而已 刚开始而已 不会啊 我觉得你表现得很好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真的 我觉得未来的日子 你都会证明 你是很厉害的 相信我 加油 接下来是姚迟 那《亲生有你第二次》 社会发言的时候的感言 真的十分打动人了 听说你经常喜欢夸人啊 那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夸人呢 因为我作为一个 曾经非常自卑的人 更明白 自信对一个人真的很重要 能够发现身边人的美 然后把这些美告诉他们 然后让他们变得更自信 是我做过最酷的一件事情 还有呢 私下面对媒体记者的 尴尬发问啊 想吃的回答 也可以看得出来 是情商很高的男孩子了 所以他和中大学哪个 就是要取决你 人是什么样的 就是不要误化理性 不要用身体来定义一个人 对 那如果你同样的一个人 垂肠没收贷的一个 那无所谓 硬要选一个呢 硬要选一个也无所谓 因为我要看那个人是谁 就是只要是那个人 我就会选 下面这位呢 就是嘎嘎王佳儿 他有一次在和安孝谢 拍花美兰Bromance的时候呢 去到日本一个街头 就有粉丝认出了王佳儿 然后呢王佳儿马上就对安孝谢说啊 这条街上的人呢 都是我设定好的 就是一见到我就能认出我来 粉丝认出王佳儿 没有认出安孝谢 我觉得他这样的回答呢 就是要两个同样是爱豆的人 会让对方不觉得尴尬 非常的幽默 有个女人吗 不是 这种男人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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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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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有认识了 我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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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会认识了 我会认识 我会认识 接下来就是TENFBOYS的王俊凯 在中餐厅这个节目中呢 面对秦海鹿的致命问题 回答也是蛮高情商的 姐姐化妆好看还是不化妆好看 小牌 姐姐啊 姐姐不化妆是天生丽质 化了妆那就是神仙下凡了呢 哎呀 我的天哪 这个答案我太满意了 好了 其实呢 这些影片啊 大家不难看出 我们找的都是一些90后的例子 嗯 但其实做这些影片呢 也不是为了拉彩对比啦 嗯 虽然我们觉得这次编程确实是做错了 确实做到有不对的地方 但是呢 现在网路上很多人就是在过激的辱骂 还有一些键盘侠在那里 讲些很难听的话 对 真的很有必要 对 毕竟呢我觉得编程这个年假 是一个懵懂不爱适适的小S嘛 嗯 我相信呢 弟弟经历过这次事件之后 一定会有一个全新的推表 而且会知错就改到没错 以及赞美的话可以脱口而出 但是呢 诋毁的话一定要三四二号行 所以呢 请看看我们吧 那好啦 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呢 记得给我们的影片 点赞订阅加打开小铃铛哟 那豆豆不过就下期影片再见啦 拜拜 拜拜